李景亮拿到武林传奇金腰带的同一碗 还有一个人拿到了武林传奇储量级金腰带 而他最让人称道的成绩却不是冠军 而是一个人的衬托 他就是在国内赛场上唯一击败过宋亚东的人 2014年12月 签约望冠军赛不久的季宪 遇到了势头正猛的宋亚东 28岁的季宪正值巅峰 官方年龄20岁的宋亚东出出茅庐 有着中国断头王称号的季宪 跟宋亚东战力打满了三局 以巨大的优势判定获胜 在后李景亮冲到八角龙 抱起季宪高兴之情 应于言表 李景亮和季宪来自于同一个俱乐部 训练刻苦互通有无 季宪的地面揉入水平相当了得 李景亮也经常向他请教 在那个暗自较劲的年纪 每个人都生怕自己被落下 两人经常是拳馆里走得最晚的 还被牺牲为拳馆老鼠 2013年武林传奇十一 同一晚李景亮战胜卢格军末 拿到了次重量级金腰带 季宪战胜防达米露 拿到了储量级金腰带 一个俱乐部出来两个金腰带 三天拳是消费的花 后来武林传奇倒闭 两人都面临着合同选择 和李景亮一样 万关竞赛和UFC两份合同 摆在了面前 和李景亮不同的是 季宪选择了万关竞赛 在万的第一场比赛 或许因为时间安排问题 或许因为对方超过的问题 季宪推迟了首秀 小半年后 季宪碰到了宋亚东 来了一场寬畅丽的胜利 谁料想这也成了季宪在万的 唯一一场赛事 28岁巅峰时期的季宪 在两年内制打了一场比赛 后来解决了合同问题 季宪签约了一些小的赛事 也有了收入来源 只是比赛频率也是有的没的 时不时还会传出破产倒闭的消息 最后一场比赛定格在2018年1月 国内的搏击赛事在宣传上 往往从民族矛盾入手 煽动普通人的爱国情绪 以此来搏眼球 很少从运动员本身来推广赛事 另一方面不少搏击赛事 存在着表演的成分 要么找一个外国留学生 或者水平不知道脊柳的拳王 要么向WWE靠拢 事先商量好的套招 假如把知情权还给观众 就算是套路表演 也会收获一大帮粉丝 如果是挂羊头卖狗肉 把观众当傻子 最后愚弄的也只能是自己 季宪和李景亮一样 都是简单纯粹的运动员 希望能够通过光明正大的竞争 去拿成绩拿荣誉 不想参与这些赛事 去到UFC的李景亮 开始了跟高水型运动员的对抗 而如今的季限 已远离正式比赛五年多 一直在为搏击事业的传承 贡献着